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件端方所藏的古埃及踏片 那这件东西呢非常的有趣 我为什么要重点讲这件东西呢 因为除了端方这个人很有趣 他的整个人生经历是一个故事以外 包括他的这些金石类的收藏 我认为也是一个后期值得关注的点 那这两年呢踏片也是一个新的收藏趋势与潮流 那所以今天呢我就想借这件东西 把书画收藏中背贴和踏片的收藏这一块 来做一个小小的普及 OK那么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端方的这一件古埃及踏片 那上面呢有写到的是埃及五千年古克踏阵 更里先生审定 更阳端方 然后是有一方印章端方之印 那边上呢就是我们能看到是埃及的一块那个砖石 上面呢是有一些埃及的 我们埃及叫做中国文字叫象形文字 但是埃及的文字叫歇形文字 那他们的那个文字转化跟我们中文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这个踏片上面的字母 应该说我们目前是没有办法解读的 即使现代像大英博物馆藏 有非常多的那个古埃及的资料 以及古埃及的古物 但是对于歇形文字的解读 相对来说还是很难的 所以呢这个文字方面我不就不加以解读了 但是这些东西呢非常的有趣 一个呢是我在端方的年谱和端方的这个收藏中呢 查到了关于有可能关于这位上款人的相关信息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想解说一下 关于端方金石踏片方面的收藏 那么非常有意思的是呢 在1906年的9月2号到1909年的6月28号之间呢 端方是立了两江总部 那么在这个时间内呢 我查到呢就是说中国在这一段近现代的历史中 是大量的去学习日本的一些文化 甚至从中呢引进日本的教科书 那么在1906年的时候呢 我们国家呢当时清政府呢 就是引进了一套盟学体操教科书 那么这个教科书不仅呢从日本引进 甚至呢 还引进了一些日本的美术科目 就是小学生用的图画课本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些课本最主要的教学地呢 就在两江师班学堂 那那个时候呢 端方正好是两江总部 所以我认为这个跟他推广日本的这些教科书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因为在1905年的时候呢 四起台后呢督促端方等30人到了日本去考察 同年12月底他们到达日本四年回国 回国以后呢 端方就立任两江总督 然后呢开始这方面的改革 不仅是政治方面的改革 也包括教育方面的改革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们也说到了 两江师班学堂聘请了日本的更理先生来教图画 所以当时学生有回忆说 当时的中国竟然也没有图画饭本 都要通过去日本饭买了以后呢 放到学堂来教授 所以我认为这个更理先生 应该就是当时他们请来的其中一位日本先生 教学教图画的日本先生 那么端方在立任两江总督的时候呢 也许是对这方面的改革有关注 那么日本人作为当时特别请来的教师呢 也受到了端方的一定的注意 所以呢 他将这张小小的踏片赠予他 所以这个上款人 我觉得目前暂时可以确定为 是这一位日本教徒化的更理老师 同时也就是这里面的上款人更理先生 那端方整个人的人生经历是非常有趣的 首先来一下教科师的陈述 那就是端方自武桥 浩淘寨清末大臣 立任两广总督 胡乱军府 风江霸壁 所以呢 在这种深厚的官场背景下呢 他呢 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去做一个收藏 那么端方本人呢 一开始呢 其实他并不是非常懂收藏的 甚至他跟一些 收藏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 人家甚至都会 我们现在就说的 鄙视他 会说 哎呀你懂什么啊 你根本就不懂啊 所以在他的自责心被刺激了以后呢 他就是自己 自己去不断的做一些研究 把自己呢 就是说是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收藏的内涵 以至于呢 他后来呢 成为了一个金石踏片方面的收藏专家 那么他呢 就著有淘灾及进入 这里面呢 就著有很多他 踏片方面的收藏 尤其是 他在陕西 骑收出土的 12件青铜器的收藏 以及他对埃及 埃及现存的一些 碑刻的踏片的收藏 那埃及的这一块呢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因为大部分我们现在 收藏东西呢 都会集中于 中国 碑铁方面的金石收藏 那端方呢 走了一个 非常冷僻的门路 就是去踏了一些 古埃及的造像和那个 石碑 然后呢 把这些踏片保留下来 那么大量的赠送给了 他的友人 以及一些 他在官场中交往的时候 有需要的一些场合 那么作为一个 门人之间的相互汇责 那但是呢 这些东西流传到现在以后呢 就变成了一些 非常有趣的藏品 同时呢 里面也蕴含了一些故事 那历史呢 总是来轮回 端方收藏的这些古埃及 他变成的是因为 埃及本民的没落 国家的败落 那么导致呢 他们的东西呢 被挖掘 被掠夺 被贩卖 那么端方呢 也是在1911年的时候呢 上任铁路都办 到了四川 那么那时候呢 兴起了保禄运动 他与弟弟呢 同时被杀害 头龙呢 被装在了 那个装有洋油的铁盒里面 一路呢 示威示众 他死后呢 他的这些藏品呢 也随之散意了 因为他的子孙呢 无以为继 所以1924年呢 在传教士福开森的介绍下面呢 他的这些 收藏的20组青铜 青铜器 授予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还有呢 他的这些其他的藏品呢 小剑呢 也都散落于各个角落 现在呢 他并没有形成板块 但是我认为呢 他的收藏呢 还是可以值得一观的 那时呢 也很可惜 由于我们国家 近现代历史的战争纷乱 受列强的侵略 那端方这些收藏的 国之重器呢 也流失了海外 现在呢 正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另有一件呢 与他细细相关的呢 就是非常著名的毛宫顶 那么毛宫顶呢 也是几经周折 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园 所以呢 我觉得 收藏这个东西是 一个家族 一个个人 一个国家命运的历史见证 它其中呢 有很多的故事 值得我们去回味 所以呢 收藏 藏的不仅是东西的价格 藏的也是这个东西的故事 和它的价值 OK 那说完端方个人的 金石收藏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踏片的收藏 以及这个板块 近年来的趋势 其实 我完全可以介绍一些 拍场上面的 我们所谓俗称的大伙 比如说 上几百万的鹿元哨啊 我这次注意到 上市拍摆有一件 比较特别的鹿元哨 还有呢 这些现实的这些近现代的大家 那么我为什么会想 介绍端方的这件踏片呢 除了端方本人的这个故事 整个人生的经历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呃 内容以外呢 最重要的是 我也想跟大家提点一下 关于这个踏片的收藏 呃 这两年呢 自画的收藏价格 已经趋于平稳了 呃 很多藏家呢 对于自画的收藏 也是非常了解了 曾经很多人跟我说 你们这一行水特别深 水太深了 我不敢碰 其实呢 这两年我们也会看到 很多外行进来的以后 已经是变成了 这一行的大行家了 他虽然不是像我们这样 科班出身 但是这一类的大藏家 也是呃 也光不到 所以在自画方面 也是创下了非常高的 一些价格节目 那么所以呢 这两年呢 大家在我们说 自画被玩烂的情况下呢 呃 就进去一些新的板块 比如说印章 比如说跟这方面相关的 就是踏片 那么踏片这两年的势头呢 可以说是水涨船高 呃 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它与自画信息相关 其中呢 有很多是名人提拔的 呃 踏片 那价格相对是非常高的 也是非常贵的 那是因为它跟自画挂钩 那另有一部分呢 也就是踏片其中所含的 门字 以及金石的考证的故事 呃 比如说最著名的 我们就说是蓝亭方面的踏片 那绝对都是呃 创下高位的价格的 呃 还有就是它其中所蕴含的 从未经一直流传到现在 蓝亭的 本来的面目的这些争论 是碑啊 还是帖啊 还是原石啊 到底都是长什么样的 这一些这种 啊 这种奇妙的 这种各种考证的历史 都是非常的令人呃 神往的 所以呢 踏片作为这个方面的 一个非常有趣的 收藏板块 这两年我认为 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而且呃 就像你作为投资的话 最简单的来说 自画已经涨到一定价位了 如果你想买大精品 那么在一定的价位下面 呃 低于百万 甚至低于千万 都不可能买到 非常高的好的精品 但是在踏片方面呢 呃 如果你稍有涉略 呃 再精心的做一些布局 那么在这个 长期的运作方向来看 踏片也是有一定的价位 深指空间的 所以如果大家对呃 收藏方面感兴趣的话 不妨关注一下 踏片的收藏 也不妨研究一下 踏片在整个呃 明清以及近现代的 收藏上面的 一些趋势 以及它的故事 也许从中 你会发现一些 独特的东西哦 那么以后 也有可能就是说的 你剪了一个大漏哦 那期待大家都能 在我的节目中 受到一些启发 然后人人都能剪漏吧 嗯 好了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的关注啊 拜拜